我們要來看看是總統蔡英文 在第一時間的反應了 因為昨天下午 她是南下高雄在浮選 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 國家級警報就突然大響 現場嚇了一跳 不過小英總統也趕快安撫表示 中國發射的是衛星 不是飛彈 要大家不要擔心 致死到一半 國家級警報突然大響 總統蔡英文眉頭一皺 趕快瞭解狀況 這個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說在發生什麼事情 衛星不是飛彈 蔡英文出聲安撫要大家別緊張 中國發射的是衛星不是飛彈 不過正在接受質詢的 行政院長陳建仁卻這麼說 剛才我接到一個簡訊說 中國發射這個飛彈 陳建仁一句 中國發射飛彈把名就嚇壞了 幸好經過查證後 發現是烏龍一場 中國發射了衛星 你剛剛是講說飛彈 對 我講錯了 因為我剛好要上來質詢 我只是說發射 我想說發射 那實際上是發射衛星 陳建仁馬上改口 平息恐慌 只是距離選舉只剩 造暑幾天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覺得事情不太對勁 發射衛星 也可以發國家級警報 英文名稱 對外媒來講 他看到是 missile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出面滅火 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以及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依舊繼續追打 選舉當前時機敏感任何風吹草動 都可能影響選情 這突發的國家級警報 難免引發外界聯想 藍軍發張宣台北報導